作为重庆六朝元老的市长黄锡帆 在重庆召开的新领导干部大会上发言 两度落泪 他的哭功被网友笑称为不倒翁表演艺术家 接下来就请听听这位不倒翁的不倒传奇 20号重庆干部大会上 新书记孙政才和老书记张德江完成了职务交接 香港大公报报道说 即将离任的张德江发言获得数次掌声 曾是薄熙来智囊的黄锡帆 发言回顾张德江在重庆做的具体工作时 当场两度落泪 美国之音报道说 在历经六位书记由能全身而退 黄锡帆左右逢源 见风使多的能力却有过人之处 这也许是能成为政坛不倒翁的关键原因 文章评论指出 今年2月上旬王力军出走 3月中旬薄熙来出事 重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后 黄锡帆仍然安然无恙 也算试图通畅 五一二汶川志愿者 王孝东质疑 不知薄熙来被双规时 黄锡帆有没有落泪 黄锡帆就是官场上的不倒翁 从我们的官场来看 很会见风使多 很会察言观色 懂得直大体 就是他的人格特点 所以说这样的人在官场上 往往是 不管是谁在台上 他们都必成为官场上的不倒翁 因为他是深安党国的 主义官之道 61岁的黄锡帆 祖籍浙江省绍兴朱记 2001年担任重庆市副市长 先后在贺国强 黄震东 汪洋 薄熙来 张德江 五任重庆市委书记手下工作 再加上新上任的孙政才 黄锡帆可以称为重庆的六朝元老 今年2月初 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 逃往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 方间传闻 薄熙来下令黄锡帆出动70辆装甲车 开往成都包围美领馆 企图逼出王立军 3月5号 薄熙来被撤职后 黄锡帆第一个站出来向中央表中 揭发薄熙来曾经许诺把总理职位给他 同时还表明自己在很多问题上 都与薄熙来意见相反 但薄一意孤行 逼迫自己去成都追捕王立军 随后 中共在处理王博事件中 黄锡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不仅继续担任重庆市长一职 辅助代管重庆的中共副总理张德江 而且这次还入选为18届中央委员 继续辅助孙政才 时事评论员汪北继指出 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 黄从常务副市长升为市长 不在重庆所犯下的罪恶 都少不了黄锡帆的参与 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 形成的文有徐明 吴有王立军 经济有黄锡帆 为他去欺骗 打压本地传统的民营企业家 把他们的财产充公 整个操作中 黄锡帆肯定有非常深的阶约 但是在薄熙来倒台之后 还能够屹立不倒 还能够有机会哭 就是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候 倒向了更大的恶魔 倒向了他的党主席 去出卖了薄熙们 王北继还表示 孙政才上任 黄锡帆肯定是百感交集 因为薄熙来刚刚才进了大牢 他还继续做官 他的感觉应该是很复杂 他多生当中 在薄熙来事件当中 向中共中央做了哪些交代 做了哪些交易 做了哪些忏悔 做了哪些切割 他清楚 但是从前人民不清楚 中国人民不清楚 所以这个各种职位 他自己能体会 他也就能看到 过去薄熙来多么的风光 结果一下子变成了跌脚球 对黄锡帆有触动 但也不排除 他在官场上的一种戏作 而表示他憧悔之心 或者是有难言之意 王北继指出 在中共体制里面 今天你是政治局委员 明天可能就是奸下囚 官员既是牺牲别人的人 也是这个绞肉基底的牺牲品 该随便是尽的 中国度重量都要 是这个绞肉基底的人 这绞肉基底本了 这是核心的